在中国哪里比较容易遇到外国的女生,或者说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去认识她们? 如果你对外国的女生感兴趣,最好你学个英语,然后进入一个老外的圈子。 怎么混入老外的圈子? 一般来说在中国每一个城市中间很大的城市,不是小城市可能没有,就是中间的很大城市。 对,我之前在上海就有很多外国。 他们会有老外的圈子,他们一般会喜欢去几个地方,有他们固定去的酒吧之类的。 对,一般我在的城市都会有的。 你在网上应该能找到这种信息? 应该可以现在。 对,像我之前在上海的时候。 或者你找了一个,你认识了一个,不是说你认识了一个男的。 只要认识一个外国人。 你作为一个男的,你可以认识一个老外,一个男的。 这样可以做朋友不是吗? 然后一起玩游。 为什么不可以去认识一个女的老外? 为什么非认识一个男的? 如果害怕吗? 害羞。 如果你们已经在一起很多人,可能他会觉得比较安全。 如果你在路上直接找了他,可能大部分人会觉得不知道陌生人不安全。 你怎么去认识第一个? 不一样吗? 怎么去认识第一个外国人? 你说的很好,就通过认识第一个外国人之后,然后可以通过他认识很多其他的外国的朋友。 我觉得你要对西方的生活有一定的了解,包括新闻,电影什么的,很多方面。 你就不能就知道国内的东西,你就去跟外国人交流。 可能你们就没有很多事情可以说。 你得了解一些国际的东西,包括政策,经济,文化等等方面。 这样就他们会跟你讲这个有意思。 所以你是指少看新闻联播,然后争取多翻墙,看一看外边的世界。 是的。 对吗? OK。 我的其实你这个点非常好,但我问你的问题是,有没有一个好的办法去认识第一个外国人? 就这个人从来没有任何外国的朋友,怎么去认识第一个外国的朋友?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可以去哪里或者去哪里,或者通过什么渠道,比如说在网上也好。 我觉得在大学可能比较好,然后在做云顿的可能最好的办法。 就一起做大篮球什么,大足球。 就外一碰到一个外国人有共同的爱好,对吧? 在大学如果有留学生可能会在一起。 对,我之前我第一次认识外国人的时候,我就在大学里,我在草坪上,在听英语听力。 然后我边听力,我边散步,然后看到一群外国的留学生坐在一圈,在那边吃午饭边聊天。 然后我一想,我跟这听听力,然后跟这独自散步,还不如直接过去和他们混在一起。 然后我就鼓足勇气,上前自我介绍一样。 然后正好就说了我为什么想和他们说话,我在听听力,还不如和他们聊点。 然后他们正好也非常友好,就非常愿意接受我。 然后我就加入他们,然后就和这么一群人混在一起。 对,要追求一点,不要害怕。 然后我个人另外一个亲身经历就是,我当时有一个就是,尤其是像他说的大城市,中国的大城市有很多外国人。 然后我加入了,就有比如说我当时在上海有什么叫,Smart Shanghai,Sanghai Expat,Enjoy Shanghai,一大堆就这些中国在上海的外国人会去的网站。 然后他里边比如说有论坛什么的,然后可能他会发一些活动。 比如说周末有一些大家去哪里party有一些活动也好,或者甚至还有那种语言交换的板块。 就我通过语言交换认识了第一个特别好的外国朋友。 然后通过他就认识了另外一群外国的朋友。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因为语言交换的话就你也不需要花钱对吧。 然后你可以教他中文,然后他教你英文。 然后绝大多数情况都是他们的中文特别差。 然后你们交流其实都是用英语交流。 所以你可以更更多的提升你的英文。 但是有个建议,我插一下怎么说。 你可以说英文,然后我给你发言。 我英文忘了。 英文忘了,OK,稍等一下。 把它缠绰咤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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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и绰咤不羞的。 真的人听话现在都柔弱吗? 你真的吗? 不 89 不感兴趣了,不要死啥烂打 也不一定,他可能跟你交流 但是你要慢慢来 不要就是问他很多问题 你比如说第一次见面了 你就不要问他工资多少钱什么的 因为我见过很多中国人 他们想跟我做朋友 他们说我想学习俄罗斯语或者英语 我们做朋友吧 很多很多次 但是我也不介意 我可以联系我的中文 然后他们如果人好也没有问题 可以一起散步吃饭什么的 但是如果太过分了 就不喜欢 刚认识,然后你问一些特别 有一些设计隐私 或者你要认识很久才会透露的问题 对,或者对于我的兴趣 就是太过分了 对于你的兴趣太大了 如果是老外 他们就觉得 我就想跟你做朋友 因为你是个老外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 侮辱 不好的 对对对 OK 因为就是 就好像在利用我什么的 好像在利用你 这个我觉得不能这样 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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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